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次就是从Mexual Equations 保出电子波的波方程 我们知道原先这四个方程组 原来的安培定律没有这一项 是Mexual发现的 因为缺少这一项 于是这两个式子就不对称 因为这个式子变动的磁场可以产生电场 没有这个式子的话 那你变动的磁场 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有电场 会产生电场 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以后 他就知道原来这里要增加这么一项 这个在普通物理或者电磁学都讲过了 我们上一次就谈过 我们首先就是做一个最简单的假设 假设空间没有电荷存在的时候 那么它的Mexual Equation可以导出这一组方程 这叫非线性的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假设空间也没有电流密度的话 于是我们就得到这两组方程式 这个叫做真空空间的均匀电磁波方程 Mexual 由Mexual 它改进了这个安培定律以后 那么它导出可以有这么一个方程式 就表示电场跟磁场是一种坡的状态 那现在我们就要解这个维分方程 把这个坡解出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电场跟磁场 这两个形态一模一样 这两个方程式 那么这个是向量 这也是向量 一个向量在迪卡尔坐标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分量 所以这个有三个分量的维分方程 这个也有三个分量的维分方程 一共六个方程 但是这六个方程你解出来啊 你解一个就好 其他都跟它一模一样 那解出来都一模一样有什么意思呢 好于是我们就思考啊 这个我们就思考说这个电磁波 它既然都是一模一样 B厂跟H厂都一模一样 那么你就导出来 原来你怎么导电厂 你磁场也是那么导 结果两个都一模一样 那么这有什么意思呢 于是我们就想说 原来这个电厂跟磁场啊 它有关系存在的 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等一等会讲到 像这个法拉第定律啊 像安培定律啊 它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只要导出一个电厂方程式 然后其他的磁场 磁场我们就可以用法拉第定律 或者安培定律把它导出来 好现在我们先说 你在这个方程式里面啊 相当麻烦啊 因为这个dell square 这个地方不要加箭头啊 因为它不是向量啊 这是appression 那么它是这个apparetto 是空间对空间作用的 而这个partial e over partial t 就是对时间为分的 所以说这个式子里面就表示说 电厂它是空间的函数 也是时间的函数 那这个解起来相当的不容易 于是呢 根据我们现在的经验 我们知道啊 电磁波的形态 就是所谓的实斜形态 我们上次讲过啊 实斜形态 既然是实斜形态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实斜形态的电厂 把它写成这种样子 B厂也是一样啊 real e 这个 这个是对空间 空间部分 这个是时间部分 这是空间部分 这个时间部分 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分开 这里就告诉我们 1跟B的这两项 仅仅是 与空间的坐标有关 它是一种复数的函数 因为它戴了一个帽子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1跟B 带到前面的这个式子里面来 带到这个两个式子里面来 OK 带到这里头来以后啊 它有个real 因为电厂代仅呢 我们要take real 才是电厂啊 好 那么就是real的这一项 这一项 那现在我们先看这个 real 先摆在这里 括弧里面呢 这个operator 是空间的函数 对空间函数作用的 所以它只对这个operator 这个可以视为常数 因此我们就把这个提出来 那么del square 它就是 这个laplacian 就对E作用 然后这一边呢 因为partial over partial t 它是对时间作用的 那我们就把电厂这个 空间部分提出来 它是对时间作用 好 那现在 这个先摆在这里 因为我们不晓得它是什么形态 这个呢 马上可以微分 它就是 这个微分两次 j omega 乘上j omega 就是负1 omega平方 1 exponential j omega t 你看 这两项 exponential j omega t 之分都在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约掉 对不对 这等于0嘛 我们就可以把它约掉 约掉以后呢 就变成这个 你看这个式子啊 现在这个微分方程 仅仅是空间的函数 这个也只是空间的函数 那么 就比较豪解 那么这个式子呢 我们知道 它是这个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s 这个我们都会解嘛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 十斜形态的maxwell方程组 好 这就是我刚刚已经在这里 讲过了 好 那现在啊 我们呢 我看看 这个样子 刚刚我们导出来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 请同学们 请同学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 好 那么 那 那 当我们 刚刚讲过 你把这个 这一项 啊 这一项东西 做一个 la portion 的话 我们刚刚看到 它的右边是对 partial over partial t 做两次微分啊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一微分的结果 它就变成什么呢 j omega 乘上1 然后 这个 还在 对不对 还在 那么也就是说 它 作用的结果啊 它还在 只是多了一个j omega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也是一样 它对b 对这个 作用以后啊 j omega 微分就有个j omega 然后 这个还是存在 那整组还是等于 b的向量 哈 那么 于是啊 我们就说 以后遇到这种东西 哈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 这个样子哈 哈 好 那么maxwell 方程组 我们就可以把它 化成 这样子的形状 本来是什么 本来这个电场是 这个 本来这个电场是 啊 是什么 是 整个的实邪形态 现在变成只有空间形态 只有空间形态 哈 那么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哈 你把 就是说 你把我们原先的 这个 原先的这个 嗯 maxwell 方程式啊 这个哈 你把这个 这个电场 啊 用实邪形态 带进去 啊 实邪形态 带进去 那么 我们 我们就会发现呢 最后 我们可以把 这个 方程式啊 倒成 这个样子哈 还有这个 road 我们看吧 你这个road 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这个样子的 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 嗯 嗯 在 在 空间里面啊 如果是实邪形态的话 就是说 这个空间 可能它的这个 因为电场的 嗯 电场是一种 变动的啊 那么它也会影响到这个 这个 charge density 的变动 charge density的 跟它的变动的情况是一样啊 所以也是一种 呃 十斜的形状啊 啊 清醒 所以我们两边都 等于说 原先那个都是 十斜的情况 然后我们带进去以后 就可以变成这样子啊 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就消掉了 这个就变成这样子啊 啊 那么这个式子呢 当然 两边都用 十斜形态的 带到这里头 就最后会化成这个样子啊 这个 安培定律就化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要解的 方程式啊 就是这一组 好 这一组方程式 你们回去 啊 把它从原来的 十斜形态的啊 十斜形态的啊 化成这个样子 OK 你自己去画一画看啊 好 那么 就说 这些式子我这里说过 请各位 同学自己推导 啊 一定要推导哦 好 好 再来 我们现在就 呃 要解这个方程式咯 解这个方程 解 就是解这个方程式 解这个方程式的话呢 我们刚刚说过 它六个分量 情况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的话 你导出来都是一个形态嘛 没有什么意思嘛 哈 那么我们就 啊 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 一根B厂 它们之间有关系 什么关系呢 你看这个是 法拉第定律 这个 法拉第定律是这个 好 那这个是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 现在当然 这个地方是什么 真空空间 就是连这个 J也等于零 J也等于零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 要解那个方程式之前呢 我们先看这两个 的关系 我们用法拉第定律来看 看看 电厂跟B厂啊 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解一个就好了 它甚至都一模一样啊 那么我们看出它的关系来以后呢 我们 就不需要解其他的 我们就知道其他的事应该是什么 好 你把这个curl1 我们用 现在用这个 迪卡尔坐标 我们用这个行列式 列出来 它等于 -J Omega B B 它是向量 我们现在把它分成分量 这个地方的电厂也是分成分量了 好 你把这个导出来 行列式 展开 展开以后啊 这边的X分量 跟这个X分量相等 两个向量相等的时候 就是它分量 个别的分量 要比对应相要相等 那么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你们回去捣一捣 这个捣一下 得到这个啊 你看了 EY 跟BX在一起 有EY的地方呢 电厂是Y方向的话 它的磁场是X方向 好 电厂是X方向的话呢 磁场是Y方向 好 那么 我们 我们 再由 这是 安培定律 也一样 我们把B厂做Curl 等于电厂 这边电厂的三个分量 然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两个向量 对应的分量相等 就得到这个 你看这个地方啊 有BY 就是有 就是说有EX就是BY 有EY的话呢 就是BX 就是BX 注意啊 刚刚那个 你可以看看刚刚那个 是有EY的地方 就是BX 这两个在一起 EX的时候呢 E是X偏正的时候 Y B厂就是Y偏正 这两个在一起 现在这个 也是这个样子 也是这样子 有EX的时候就是BY 有EY的时候就是BX 然后两个 两组这个方程式 它的Z分量都等于0 你看这EZ是等于0 这边是BZ要等于0 这个是BZ等于0 那就是说 电厂跟磁厂 电磁波 我们解这两组方程式的时候 发现电磁波没有Z分量 Z方向是什么方向 Z什么方向 就是电磁波传播的方向 对不对 在电磁波传播的方向上面 电厂跟磁厂没有分量 那么这两个分量呢 EY跟EX 都是跟Z轴垂直的 BX跟BY也是跟Z轴垂直的 所以它的电厂跟磁厂 都是跟波的行径方向 垂直 那现在我们就 等于说我们 从刚刚那个六个方程式里面 我们导出来BZ等于0 EZ等于0 还有四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 EZ EZ 与BZ 没有Z分量 仅有X分量 与Y分量 所以电磁波的电厂跟磁厂的方向 都是跟电磁波的行径方向垂直 因此 因此电磁波它是属于横波 Transverse wave 好 那么我们从这个 刚刚我说过 EX的时候就有BY 有这一组 另外一组就是有EX的时候 这个是BY 那就说EX跟BY 始终在一起 那么另外的就是 电厂是Y偏证的时候 磁厂是X偏证 电厂是Y偏证 磁厂是X偏证 那么因此EY跟BX 始终在一起 因此我们说 我们解max equation 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两组的电磁厂 一组就是EX 跟它相对应的是BY 一组是EY 跟它相对应的是BG 这两组啊 没有关系 他只跟他有关系 他只跟他有关系 但是他并没有说跟他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就可以得到两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解答 两组就是说 这两组互不相干 所以电磁波在传播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有两组的东西 一个是 比如说从这边传播 是XYZ的XYZ 电厂是这个 它的磁厂就是这样 电厂这样 磁厂就是这样 这是一组 另外还有一个 EY E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时长呢 要这样子 这是什么 FuX方向 那么因此啊 我们看到有这两组 这两组又不相干 那我们就不要两个一起看 因为两个 都一模一样的形态 那么于是啊 我们就只看到一 一组就好了 那我们就选择 这一组来看 或者选择这一组来看 我们看到我们这里是选择哪一组来看 好 那我们现在就选择 EX 跟 EX 对 这个跟这个 EX 跟BY 这两组来看 好 那么另外一个不看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先暂时令它 这两个等于0 就是我们 等于0的话 那就表示我们刚刚那个六个方程式 除了EZ等于0 BZ等于0之外 那么 有这两项的 那两个方程式 也都没有了 那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 EX 跟BY OK EX 跟BY 就剩下这两个方程式 那我们就解这两个方程式就好了 好 这两个方程式也是 其實除了这个常数之外 都一模一样 都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解一个 解一个 另外一个 不需要用这个解 微分方程式的方法来解 因为都一模一样的形态 我们解一个就好了 另外一个我们就用它们的关系 合乎 合乎 Mexual Equation 合乎 Amperes Amperes Law 合乎这个 法拉第定律 跟安培定律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解这个 现在这个就很简单了 就是这个EX X是电场的方向 但是它仅跟什么有关呢 只跟Z有关 只跟Z有关 因为它我们看的是一个坡面 平面坡的话呢 它的所谓一个坡面 就是在这个坡面上面 所有的点 它的相位都要一样 那么平面的话 我们现在选的是什么平面呢 是选的Z平面 就是 这个平面 它就是Z 就是一个Z等于Constant 那Z等于Constant 就是它跟这个Z轴垂直的一个 比如说Z轴是朝这一边 它就是跟Z轴垂直的一个面 那么这就是Z 等于某一个值的一个面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看它 在这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么因为它仅仅是Z的函数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Partial Derivative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把它变成这个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么我们再把 这个式子里面的 Omega平方 Mu0 Epsilon Zero 把它 我们令BetaZero Square 等于这个函数 我们就解这个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就好 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想大家都会解 对不对 好 就解这个 好 这个Equation 我们知道 你可以用这个 Sine函数 也可以用Cosine函数 来表示 我们现在用Exponential 我们说 这一项 是它的解 那么 这个是某一个常数 E zero plus 某一个常数 这个 也是它的解 那么 这是另外一个常数 就是说这两组啊 个别都是它的解 因为它是线性的 微分方程 所以 这两个解 做任何形式的 combination 做任何形式的结合 仍然是 这个微分方程的解 因此呢 我们就说 这两个加起来 本来应该是它等于它 它 也等于它 那么这两个加起来 也等于它 这就是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的特性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 我们上一张最后 最后最后交代 各位一定要注意的 这个是什么 E zero plus 上面戴一个帽子 表示它是个复数 E zero plus E zero plus呢 是代表一个 常数 我们说它是amplitude 好了 我们现在知道 已经是amplitude了 那么 它有一个phase 这个叫initial phase 这两个合起来 就是它 好 这个呢 这两个合起来 就是它 好 那么我们再把 我们再把 这整个 你看这个 这个 amplitude initial phase 再加上这一项 这一项 我们 等一等会说过 它叫做 叫做 face factor 叫相因子 这个合在一起 因为它仅仅是space space part 那么我们就写成这个样子 OK 这个帽子还是给它戴上去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复述 这个也是个复述 这样写法 为什么这么写 你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 要不然以后你做习题 解题目 你一定弄得乱七八糟 好 那么 我们这里就说 这个 这一项 它有个plus 就是代表 向正Z方向传播的 负数空间形态波函数 那么 这个就是向 Z轴的负方向传播的 负数空间形态的波函数 好 好 那么 这个东西呢 我刚刚说过了 这个 叫做波函数的浮正数 浮正幅 complex amplitude 因为它包括 因为它包括十数的浮正幅 跟一个像 跟它的这个出向角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当初 把这个 把这个 我们一个平方 μ0 y0 令它等于β0平方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 β0 我们称它叫做 像常数 phase constant 那这个 exponential像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 像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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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你要知道它的意思 那什么意思呢 它里头有波面的方程 那个z就是一个平面 β0乘上z 它就是一个波面 比如说 这是一个面 是z z 我常说 我们现在 比如说 这个投影机 这个地方 是一个圆点 那你从垂直投影到这里 来这一条线 就是代表 z 因为它是0 这个距离就是z 就是z 那么β这个方向呢 β 我们说这个 这个距离就是z 好 然后β呢 将来 β 其实它就是一个传播常数 β0 传播 传播常数 它的方向就是行进的方向 所以β0 本来是一个 向量 它的方向就是z方向 大小是β0 然后这个 你现在任何一个距离 从这个 原点到这里的一个距离 我们用R来表示的话呢 它可以 这个R距离可以变成什么 x方向的x ax x再加ay y 再加azz 好 那么β0 它就是β0z方向 Az方向 跟R到的以后呢 它就变成β0xz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 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的 这个就是它的坡面 平面坡的坡面 这个坡面很简单 现在我们会在斜色的时候 再跟各位详细的讲 那个时候你在 今天我已经讲了 我只是没有用图而已 那个时候你讲了以后 再回过来想 你就会很清楚很清楚 好 这个Ez 就称为 复数空间 函数形态的电场 函数形态的电场 好 我们解除这个来了 Ez 就是这个东西 可以分成正 Z方向行进的部分 跟负Z方向行进的部分 它详细的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E0plus 通常啊 比如说我们看你这个介质 如果介质无限大的话 它只有一部分 它不是朝这里 就是朝这里 它不会回头 不会反射 除非你这是有限的空间 它遇到另外一个介质以后 啊 比如说这是入射坡 遇到介质一个反射坡 那么在同一个空间 同时有入射坡 同时有反射坡 于是两个加起来呢 就是这个合成坡 这个时候才有两项 如果是无限大的空间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 OK 无限大空间 没有说这两项加起来的 好 我们再看 坎坎写的是什么 电场 那磁场还要不要这样解一次啊 不需要了 我们就用什么 这里用法拉第定律来看 电场跟B场的关系 OK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电场 把这个磁场 -Jω除过来 除过来 OK 好 那么 因为 现在这个 只有X分场 只有X component 只有X component 所以它这个curl的这个行列是 只有这一项 你回去倒看看 只有这一项 OK 就是partial EX 或partial Z 那么我们把这个 EXZ用这个盖进去 这个是说 这个也可以是它的解 这个也可以是它的解 我们两个在一起看 并不是说这两个一定要加起来 好 好 于是我们把它 这个做 Partial Derivative Partial Derivative 那我们就可以得什么呢 你看这里有个Jβ0 对不对 J跟这个J约掉了 就是 负负得正 所以第一项是正 第二项呢 就是正结 这是负 J约掉 就变成负的 变成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个β0 它不是等于Omega 乘上 Exponential μ0 Y0 Omega 它约掉了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complex amplitude写成real part real amplitude 跟它的initial phase 这个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整个 因为这整个的solution 包括这一部分跟这一部分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当做是什么 B 场的amplitude 因为它解出来就是 它应该是B 场的amplitude 成这个 成phase factor 这也是负方向的B 场的amplitude 成这个 那么应该相对应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就等于这个 这个就等于这个 于是这个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 向正方正低方向行进的B 场 向负低方向行进的B 场 那么 这里就是说这两个 B0是等于这个东西 plus B0 minus 是这个东西 那么BYZ 成为复述空间形态的磁场 你这个东西啊 一定要亲自去导它一遍 OK 你在导的时候 不要一边看一行 写一行 那都没有用了 你自己去导一下 你才会把这些符号弄清楚 好 我们看 我们看 实邪 刚刚我们导出来是什么 这是空间部分的电场 空间部分 跟时间部分 而且它是有什么 复数的 复数的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它叫做 复数 空间形态 的电场跟磁场 它是我们真正的电场跟磁场 是实邪形态 是real的 不是复数的 那real 还有real形态 这个跟复数的形态有什么关系呢 它就是等于复数形态的real part 它的实数部分 那我们就把这个写成这样子啊 就是这个 乘下一个j omega t 不是复数的 乘一个j omega t次方 取实数 取实数 ok 那么 我们现在把这个展开 这个展开 变成这样子的 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以后 你看 这个是实数就可以提出来了 那这两个加起来呢 变成exponential 负j β0z 减φ 负j β0z 我们用负j 就是负j 当中提出来的话 应该是 就是负j 负j提出来的话 这个变成负的 这个变成j了 就是exponential 负的j β0z 减φ 这个也一样 然后我们取它的实数 那就是cos 因为它可以变成cos 这个角度 在这个要成绩了 这个要成绩了 如果是omega t 我们拿j好了 j拿出来 这个一 乘出来 这个乘进来 j 提出来 omega t 减β0z 加φ 就是这个 exponential j 这个 然后就可以变成cos 这个cos 对 cos跟sin 这也是cos跟sin 那取real呢 就是cos加jsin 那么我们取real就是cos 不在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 实邪形态的电查 是 这个 是这个 这个 这一项是这个 这个 那磁场也是一样 磁场也是一样 我们跟follow这个步骤 我们就会得 磁场 这个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这是by 这是by ok 你把它改过来 你们讲一上如果有错的话 把它改过来 我经常 经常发生这种错误 这个把它改过来 这是by 就是 这个是x 方向 电场x 方向 b场是y 方向 ok 好 实斜行态 我们现在回了 那么 我们前面都讲过 如果一个坡 如果一个坡 用这种函数表示的话 它是一种行进坡 对不对 traveling wave 这个也是一种traveling wave traveling wave 我们就知道 就是这个向 始终 等于某一个定值的向 比如说等于二分之π 你始终看这个向 等于二分之π的位置 这个位置会变的了 那么 我们发现它的phase velocity 就是dz over dt Omega over beta 0 最后我们可以把它画成 这个样子 这个左边又出现一个这个 这是等于 等于 等于三乘十的八字 你把这个带进去 这也是常数嘛 带进去 就是三乘十的八字方 meter per second 这是等于 OK 所以它是一个traveling wave 这一部分 用正的表示的话呢 它的phase velocity 是正的 这个用c表示 就是光在真空里面的速度 就是光在真空里面的速度 朝z方向的 那么 负方向行进了 像这个是正方向 像正z方向行进了 这个朝负z方向行进了 你照这个样子做的话呢 它是等于负 三乘十的八字方 三乘十的八字方 meter per second 它就等于负c OK 好 那么 因此 就是 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 是向正z方向行进的 电场跟磁场 这个呢 是像 分别向正方向跟负方向行进的磁场 我说过 如果你这个空间是无限大的话 它 要不然就这一下 要不然就是负的 要不然就是负的 要不然就是这个 要不然就是负的 它不可能两个都有 除非你这个空间 不是这个有限的空间 它会产生反射波的话 才会有这两个 两个在一起的 OK 好 底下就要介绍 电场跟磁场 它的ampitude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两个导出来 几乎形态都一样 那么电场跟磁场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就从 啊 这个关系 来看 我们刚刚不是看了这个吗 我们 我们看这个 我们就说你把这两项 E X 就是这两个是在一起的 这个是X 这个是Y 偏正 除一除的话 那就是E 那就是E 0 0 plus 被这个 B0 你看这两个一除 这两个一除 这两个一除 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分之一 这个分之一 它就是光速 那么 那么 因此呢 你只要知道 E X 导出这个 来 BY 就知道了 你不要去导了 BY 就等 EX plus Z 被C 来除 被光速 被光速来除 这个也是一样 不过它是一个负的就是了 负的 因为这里有个负号 这个负号怎么产生 就是由它微分的时候 产生的 好 那么 我们知道这个关系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BY 这一组 你知道这一组了 好 那这一组呢 它就可以 你就可以直接写 它原来是这个东西了 你就不要去解它 它就是等于 10plus 10plus 被C来除就对了 不过后面要注意 这是一个负号 负号 好 这个是 它们电磁波之间 电厂 跟磁场 之间的这种关系